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多的清王朝的后人 他们虽然已经不再沿用爱新觉罗这个姓氏 但依旧以自己的血脉为骄傲 并认为清朝历代皇帝都是中华大国名垂青史的优秀帝君 尤其是康熙大帝更为千古一帝 这是爱新觉罗氏族的一个旁支 在清朝时期本来也是住在京城的贵族 但是因为犯了命案逃难于此 而且这个小镇上的居民们 在风俗习惯上也留存了不少满清皇室的传统 他们举止温文尔雅 绝不高声喧哗 不着狗皮 不吃狗肉 同时家里还会供奉清朝帝君的画像 每逢重要节日的时候 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祭祀祖先 为了保证血统的纯正 他们还不与外族人通婚 住在尼塔村的爱新觉罗氏后人们 至今仍然尊敬着他们那贵为皇室的祖先 爱新觉罗 历史上清朝皇室姓氏 因此爱新觉罗姓也变得无比尊贵 其实在满族的姓氏中 爱新觉罗只是个小姓 满族的八大姓为 同家氏 瓜尔家氏 马家氏 索出洛氏 齐家氏 傅茶氏 纳拉氏和扭枯鲁氏 根本没有爱新觉罗 爱新是满语黄金的意思 作为姓氏 发源地在宁古塔旧城东门外三里 爱新觉罗这个姓氏 是根据远祖部族之系远近划分的 意思即为爱新部族远之 16世纪80年代 爱新觉罗氏还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家族 包括努尔哈赤的六祖 以及他们22个儿子所组成的家庭 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起 到末代皇帝溥仪清朝灭亡旨 后金 清朝一共存在296年 经历了11代 12位皇帝 在这近三个世纪中 后金 清朝的皇帝拥有众多的后妃 他们的子孙也拥有远超过常人 七世的妃妾 加上中国崇尚多子多孙的古老传统习俗 因而 爱新觉罗家族子孙 繁衍十分迅速 现如今 姓爱新觉罗的人 已经高达30至40万 当今 满清皇室后裔 有的对皇族后裔的身份避而不谈 例如 大书法家启功 也有的人对皇族后裔的身份为荣 例如 女画家爱新觉罗 玉居 爱新觉罗的后代 爱新觉罗 这个含义着金字般的高贵神圣的 觉罗族的清朝皇室姓氏 爱新是满语 族名 金的意思 觉罗是姓氏 是以 诺尔哈赤祖先 最初居住的地方 觉罗作为姓氏 发源地在 宁古塔旧城东门 外山里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说说 爱新觉罗的后代 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 致使近代社会的中国 落后哀打 都有爱新觉罗氏来背锅 寻常百姓 都对这个姓氏的族人 没有好评 所以 在中国刚刚从 封建帝制的时期 走出来的时候 其族人都不敢提自己的姓氏 怕被人发现自己是 末代王朝的皇室后裔 为了避免招致灾祸 他们将自己的真正姓氏引去 开始改为金或者赵姓 而之所以 他们的后人在改姓的时候 将其改为金这个姓氏 是因为他们姓氏之中的这个爱新 在满族语言中 有着黄金的意思 直至今日 虽然没有人再揪着这个 末代皇帝的姓氏不放 但爱新觉罗的姓氏 倒也特别的稀有罕见了 事实上 爱新觉罗这一个姓氏 在满族里 不算是什么大姓氏 甚至满族八大姓里 都没有他的位置 满族居民的援助地 在我国的北方 尤其是东北一带 这个游牧民族 当初从遥远的北方迁徙过来 之后 绝大多数的人便就在北京 天津 河北一带定居 没有再选择回到自己北方的家乡 虽然贵为皇室后裔 但是这些后人们的生活都十分低调 一方面不想因为这一特殊的绅士 而招来不必要的纠纷 另一方面 他们不愿意过度沉迷于历史之中 封建帝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而他们也已经算是普通人了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有个特别的现象 爱新觉罗后代职业多为书画家 艺术造诣极高 据统计有一百多位书画名家 当代著名书画家启公先生就是代表 启公本姓爱新觉罗 是雍正帝九世孙 他的高祖父是乾隆皇帝同父异母的弟弟洪昼 即和亲王 也就是说启公是和亲王一致 但启公先生却从来不承认自己姓爱新觉罗 只说姓启民公 有人曾给他写信爱新觉罗启公收 他连看都不看就拒收 老先生曾言不吃祖宗饭 不做八级弟子 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靠家族图名牟利 就像王一之落款时 从不写上自己是狼牙王的后代 但殊胜的地位却是自己挣来的 启公说他给百家姓增加一个姓氏 启 爱新觉罗这个姓氏随着时间的流逝 已经没有当初荣辱的色彩了 如今爱新觉罗氏的后代多达几十万人 纯正血统很难保障 竟见于普通人无异 真是应了那句话 旧时王谢唐前宴 飞入寻常百姓家 像齐公先生那样不吃祖宗饭的人有之 值得敬佩 但有些人会特别利用自己的爱新觉罗 皇亲国戚身份 吸引眼球 博出位 都是出于利益考量罢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头条历史 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 记得点击右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欧阳真知退下